你打破了門的水 仁岸鄉發祥村 梅村部落 往立行鋼片橋改善工程 舉行通車典禮 县黨徐世華 鄉長江子姓 一元林廷立 原民居長史強 代表會代表 村長及村民都熱烈參與 徐縣長表示 县府挹注800萬元經費 執行發祥村 梅村部落鋼片橋改善工程 新建鋼片橋工程於2024年5月完工 並在6月中旬正式對外開放通行 這座新橋横跨瑞岩溪 全長30公尺 寬3公尺 专位小型車輛設計 顯著改善了當地居民的交通状況 去年特別也因為卡努颱風 對仁岸鄉的影響非常的大 所以很多的鄉親 我們開始在思考 是不是有機會可以把這個片橋 我們重新把它建構起來 後來也謝謝鄉公所這邊跟我們建議 那我們就以這個片橋的部分先做起來 那縣政府就補助了800萬給公所這邊 快速把製作鋼片橋建起來 大概花了7個月的時間就已經完成了 所以速度也非常的快 那今天聽到我們在地的村民跟村長 包括我們的議員代表主席 都跟我們反應就是 這是很多我們從發想的部落 大家最期待的一件事情 那我想他們就以後呢未來再出入呢 不用再經過我們的紅鄉部落 以後可以直接從這裡就到我們的外面的 連外大陸所銜接起來 那這個是省時之外呢 最主要的是安全性也能夠提高 那我們對於偏鄉的建設 我們會持續的來投入 我們也對鄉親承諾 對於偏鄉的這種各種的建設呢 我們會持續來做 這個今天的鋼片橋只是一個開頭 那另外呢我們會跟地方公所大家繼續的來合作 把我們的特色道路也積極的 繼續向我們的圓民會來爭取 那今天呢鄉親也特別在提到 看到這座800萬的鋼片橋 能不能再加個兩三百萬 把我們往上延伸的這個水泥路面 也能夠把它鋪好 那我們也當然一定要按照地方的這個需求 因為呢這個道路不僅是 我們要追求的不只是方便 最主要安全性也是我們特別考量的 鄉長這邊也提到前一陣子 有時候民眾在這邊下坡的路段 如果車速過快 那也曾經有發生很多的不幸的事故 那這個我們都會把這些的積極來改善 指向工程由仁愛鄉公所負責 鄉長將指信親自帶隊 全力協助工程順利完成 新建的鋼片橋不僅提升當地的基礎設施 還應對了未來可能的自然災害 提供了更堅固的保障 我們非常謝謝我們的許縣長 這一次撥了800萬的經費 讓這個我們梅村鋼工橋能夠完成 這個是我們這個部落 這個30年來的心願 他們從流龍的一個生活 後來到一個機車的變橋 現在有三公尺的一個鋼構變橋 我想這個是他們一個生活形態的一個一大改變 條路也兼顧了所謂的消防 還有醫療 還有這個所謂的農特產品的運輸 對整個部落的發展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非常感謝我們許縣長 體恤我們的村民 還有我們的鄉民 讓這一件這個建設案 很快的速度把它完成 這座橋樑不僅連接了發祥村 和例行村 還大幅縮短了兩地之間的行車時間 提升了地方交通便利性 之前由於交通不便 居民和遊客需要繞遠路 增加了時間及成本 新橋的落成有效解決這一項問題 促進當地經濟和產業發展 所以當這個橋做起來的時候 即便它只是一個小小的一個鋼構橋 但是能夠讓我們通行部落的族人 其實都是非常非常的開心 因為這等於是串起了我們兩個村 部落族人的希望以及未來的發展 那我想跟許縣長建議了很多的地方的聲音 那也非常感念許縣長他非常關心 我們部落偏鄉的建設基礎建設等 像後續有任何多的交通方面的一些建議 我們還是會持續努力 我想偏鄉最重要的交通網路 我們能夠把它建置起來 我想對於後續的發展一定是非常好的 921過後其實原本的那個橋已經損壞之後 其實對我們在地的居民非常不方便 他們就是要縮息 如果今天如果說颱風季 然後如果河水暴漲的話 他們是勢必要繞到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例行財源道路上面 這樣耗時將近超過40分鐘 讓改善縣長能夠讓這個道路改善好一點 然後讓我們的村民居民在出入 在農產品載運的部分能夠出入平安 救災上能夠便利更好的快速投行這樣子 這座橋樑穩定跨越湍起溪流的岡邊橋 沿接著兩岸 成為當地交通網絡的重要一環 對別發祥村 美村部落和類型村的居民來說 這座橋不僅是一條重要高通線 就是一條通向未來發展的道路 隨著新橋啟用 經濟和產業發展也將邁上新台階 記者蔡舒淇 任安鄉 採訪報導